基隆总工会表示 由于目前还是有缺血的状况存在 因此他们的公益捐血 即器官捐赠签署活动 将会在5月28号礼拜天举行 地点在基隆二姓总社前的 仁二路有捐血车 另外信一路基隆捐血站 也有提供这个公益服务 其实我们就都发现说 我们的整个目前的整个血库 我们的捐血中心一直在发布说 就是血方这个信息 那我们经过我们的礼监事们 就是说既然有这种状况 我们就是身为我们人民团体的 基隆市总工会 那我们也必须要挑出来做这种服务 那我们就组成一个就是 尖血委员会 然后这是在5月28号 从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4点半 还是一期在我们的二姓的总部 的二姓合作所 信仰合作所的总部一楼 那边来做事办一个尖血活动 那当天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志工朋友来服务 我们这些想要来尖血的 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那在尖血的过程当中 如果成功的 我们还是会送他一个 一份就是非常我们的 我们的心意的一个精美的纪念品 给我们的来玩起 就是衣袖热心的挺医疗的 这些市民 来做一种回馈的心 非常感恩他们 大家共体时间来协助我们 办理这一场的尖血活动 基隆市总工会理事长江丁发表示 总工会是由基隆百工百业的民众组成 当然对于在地的爱心公益活动 要挺身而出 不落人后 长期来举办 就是因为我们所使的基隆市总工会里面的成员 有一百多个工会 就百工百业的 各行各业的一个工会 那他们也 各位的理事长 他们也说是说 基本我们是在 既然说是我们取之以社会 那我们也是要用之以社会 把我们的力量 发挥我们的劳工团体的爱心 然后经过我们总工会这边 然后我们这次的尖血活动 也是集合我们的各工会来做一个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算是一个监管动作 来做一个这个动作 来办一个尖血 大概是这位 然后我们的基隆市总工会 原则上 我们在不是只在这一方面而已 我们在整个我们的执行课程 还有我们的心灵课程 还有我们最关心的我们的职安的部分 我们都会做先导的课程 然后就是让我们的 需要的我们的劳工朋友 都可以来这边经过塑信 或者是回到职场去重新上班 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欢迎想要一起来做公益的民众 可以在5月28号礼拜天 一起来共襄盛举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